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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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所以今天这个游戏我希望因为我知道了三个铁逻辑 所以这一局我觉得拿个游戏王太轻松了 打崩你的逻辑 算了 你分享一下呗 分享一下呗 分享一下呗 好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6号 好 大家好 我是何洛洛 这样 今天就 第一轮外套老人当 大表哥 然后再牛 游戏都没有开心 然后第一轮再把展一个给投出去 好了 游戏很简单 你这么指挥 怎么这样 会被打的 刚刚是社长在点兵步驾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7号 哈喽 哇 谢谢 好 游戏8号 我们搞清楚了 大家好 我是从来没有拿过猎人牌 还有预言架牌的孙一航 哇 然后希望今天呢 也不要拿这两张牌 好 谢谢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8号 大家好 我是宇宙大表哥 然后我今天就算第一 别被狼人杀 然后也别被预言架咽 我就喜满意足了 那你无独立呗 可以 可以 有请我们的9号 大家好 我是十一 又跟大家见面了 好 我要请大家 不要受我的结巴的影响 我结巴是好人 不结巴也是好人 记住这个道理 好 大家好 我是结巴十一 大家好 我是小结巴十一 接下来我们10号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一安一 不是 一安中学六一班的林佳浩 你有什么想拨的没 今天我想拿一张预言架牌 我上次拿到预言架牌 上来就被手刀 我才遇哭无泪 什么手刀 没有 对 是的 对 对 好了 我们这个狼人TripleQ 是每周五晚的八点会准点 跟大家见面 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 我们可以点击关注 那么今天有新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所以我们一起通过一段VCR 来了解一下我们狼人杀的比赛规则 请看VCR 狼人杀的规则很简单 选手根据自己的身份牌 分为民和狼两个阵营 狼人每晚可以杀死一个村民 等到把所有村民或神民都杀死了 狼人就获胜了 村民是好人 所以晚上不能杀人 只能在白天大家举手表决 找出狼人并处死 杀死所有狼人 村民就获胜了 为了弥补村民不能杀人的遗憾 他们中间有一些有特异功能的神民 女巫 在全局中分别有一次机会 可以杀死和救活一个人 机会宝贵 千万别救错咯 猎人 猎人平时跟普通村民没啥区别 但是当他死的时候 可以开枪杀死一个指定的人 这正是死也要拖一个垫背的 预言家 这个就厉害了 预言家每晚可以验证一个人 是狼还是民 当然念出来以后 别人是不是相信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最后还需要隆重介绍一个重要身份 就是警长 之前不管你是民是狼 都是天注定 但这个身份就不同了 大家可以自由争取 用自己的美貌智慧与才华 让大家都选你做警长吧 这样你不但可以决定发言顺序 最后还比其他人多出半个投票权哦 是不是很厉害很逆天呢 可是注意千万不要让狼当上了警长 不然很容易就全村死光光了 以上就是狼人杀的基本规则 怎么样 是不是简单明了又很刺激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都不过了一个世纪 好的 通过刚刚的这个VCR的介绍呢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 在第一局平民上帝视角过后呢 我们会有两局平民视角 通过我们的这个竞猜系统 你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当中来 今天呢我们除了有价值300 200元的这个充值 送给大家之外呢 也有对林默展示的这个耳机 从日本原装进口的JVC的同款价值有899块 所以说如果你 好了 如果大家啊 在参与我们的游戏的时候呢 也会把这份幸运送给大家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要有请 放我这里 接下来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有请我们的助理 送上今天第一局游戏的神粉牌 掌声有请 哇 助理 又是老样子 你的好一点是不是 好一点 大地在掺着 然后大家在发牌的时候 也可以看一下啊 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 上个礼拜不是说了吗 大家觉得个得慌 所以今天有垫子 坐得舒服舒服点 舒服挺舒服的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 睡觉了 三秒钟的时间 大家来看一下 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 你来看一看自己 队友或者敌人 他们的表情是怎样的 三秒钟 三 二 一 好 都确认好自己的身份了吗 好 好 好 我们游戏开始 天黑 请闭眼 好 在这里我们提醒一下新朋友 是把面具戴到就可以了 OK 都准备好了 好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确认一下你的同伴 选择一个攻击的对象 好 确认 狼人请闭眼 女巫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请睁眼 昨晚死的事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药吗 女巫 女巫 请闭眼 请闭眼 狗人家 请睁眼 狗人家 请睁眼 狗人家 请睁眼 狗人家 狗人家 请睁眼 狗人家 请闭眼 天亮了 天亮了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警长竞选环节 请要竞选警长的举手事宜 告诉我 1号 3号 5号 6号 7号 好 现在从7号开始 还有2号 2号 不好意思 接下来从7号开始 对 这里是一张名吉名以上的牌 然后这里就是想说如果死了的话 女巫可以救我一下 然后退水 好 6号 我是预言家 昨天验了8号 因为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验8号呢 因为他说 假如他是狼人不守刀我 所以我现在就是有点不想验他 但是我还是验了他 他是好人 对 就这样 好啊 对不起啊 这一局 跟上一局一样的 我是预言家 但昨天查杀呢 没有查杀牌 昨天我验了是3号 3号受了精髓 昨天没有惊喜 所以呢 我觉得既然6号都已经跳预言家的话 那6号肯定就是狼人了 所以这一局呢 首先第一局 我们就要把6号给投了 对 6号 过 好 接下来 3号玩家发言 3号玩家接着玩精髓 然后前面5 6都跳预言家 但是你们两个连个颈盔流都不留下来 其实在我这都是不怎么做好的 不怎么做好的 然后呢 我这里是接了精髓的 我是暂时先站边这个5号牌 好 我先暂时先站边这5号牌 然后后支位有21两个上镜 然后方向瑞他是看到有人举起手来 他才举起手来的 我现在 你待会好好聊啊 好好聊 就这样 我喝这碗精髓 我现在站边5号 就这样 过 好 有请2号 那这把很好打 对吧 因为我觉得应该比较轻松 就我本来不是很想上井的 但是我刚戴眼镜的时候突然想到 就是应该在井上交大家一些小小的细节 对吧 就是首先呢 井辉流像3号展英文也说了 说明展英文这个星期 对吧 从3个星期回去以后呢 一个星期又学到了一点 对吧 又进步了 就是井辉流呢 可以帮助你在晚上的时候呢 如果有狼人自爆了 他晚上把你杀了之后呢 井辉流可以通过这个井辉 告诉我们 你下一晚上要验的这个人是什么身份 对吧 比如说你5号 6号当中 肯定有个预言家吧 你们留个井辉流都留9号牌 对吧 那么5号玩家自爆了 那6号你是不是预言家 他把你刀了 然后上帝问你的井辉要给谁 对吧 如果你的井辉给9号 那就告诉我们 8号是你第一天的好人 9号也是好人 对吧 如果你把井辉说给8号玩家 那么意思就是说 我昨天晚上验的9号是个狼人 你们要姓8号 对吧 这就是井辉流的意义 OK 这个是教学对吧 那重点来了 重点就是这张5号牌呢 应该是一张狼人牌 因为你5号牌很紧张 你5号牌上来呢 基本上就可以说了爆了 你5号牌上来的发言是这样子的 我复述一下 可能大家没有记住 5号牌说 OK 跟上一局一样 对吧 这个是你的发言 那你告诉我 我们这是这个星期周五才开始的第一局 哪来的上一局 对吧 那么你又紧张了 在之后的 差不多10秒之后的发言 你就说 好 那我们今天在这第一集当中 先把这个6号出了 你前10秒钟说的是上一局 后10秒说的是第一局 也就是说你特别紧张 你这一段话是编的 你的心路历程也是编的 那么你是一张狼人牌 那你是一张狼人牌 你发的精髓是谁呢 是这张3号牌 3号牌的发言是什么呢 那张3号牌说我接这个精髓了 为什么呢 我不管 反正我就接了 那你告诉我 你35是不是夜里打过一个照面 对吧 互相之间认识 哎呀 自己人拿千几箱手 对吧 所以我觉得35很奇怪 对吧 我站你6号这边 好吧 那洛洛的边 今天我觉得我应该是 没有站错边好吧 因为我觉得5号有点紧张 这是我的分析 好 有请1号 我呢 第一呢 就是刚才 全部拿到身份牌的时候 我看见了孙一航 他刚刚是表情看了一下牌照 他表情这样很沉重 然后我感觉他就是狼人 然后他刚才又跳了 他说他是一张名记上的神牌 是吧 然后呢 我这里就是猎人 然后他叫礼物救他 肯定又不是礼物 也不是猎人 遇人家又跳出来 他又不是遇人 遇人家他肯定是一张狼牌了 对吧 然后我也信小狗哥说的 感觉李默的发言就很有底气 而且那个就很多漏洞 然后李默也可能是张狼牌 3号的话被发了一个好人牌 感觉可能不是狼人 可能是狼人 我也不知道 然后反正感觉7号跟5号 都可能是狼人 好 过了 好 听过大家的发言呢 现在我们依旧上井的有 1号 2号 3号 退水 退水 1号 2号 5号 退水 退水 我也退水 1号 5号 6号和7号 好 现在扔在井上的 请举手示意告诉我一下 扔在井上的 5 6 1 6 6 5 6 他要退水了吗 他没 举手 举手了 对啊 他扔在井上 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其他的小伙伴 这枚井灰你们要委托给谁 用你们的手势告诉我 3秒钟考虑时间 3 你不能取 2 1 1号 1号玩家当时 好 恭喜我们的1号玩家 有请传递一下井灰 谢谢 谢谢 给我 你要不要交代一下你的井灰流 我死了的话就给小伙伴吧 好的 那么选举完井长之后呢 我就来告诉大家 昨天第一夜 平安夜 谢谢 接下来的时间 请井长选择发言顺序 是自己的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 好 有请我们的10号 左边应该是 左边吗 对 好 他们的左边 OK 2号 那我第一个发言 对吧 我井上已经盘过了 那今天有一个小小的场外 就在右边夜里面 发现会面具掉下来的声音 却却很大 就连着眼带 不要紧张 就突然间掉下来 却的声音很大 但没关系 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游戏进程 对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 你不是说你出局了 要把井灰给我 你是信任我的对吧 那你怎么能让我第一个发言呢 这我就很难受了 对吧 你应该在那边先发言 我帮你总结一下 不过没关系 好吧 就是我们听一下 后面两个预言家的发言 然后我推荐6号的话 尽量验一下这张3号牌 就是他毕竟是跟你汉跳的 预言家的精髓 对吧 如果你验了他 他是双精髓 意思就是 你无论信哪个预言家 他都是真的 对吧 他其中有一个肯定是真的 那么这个人是全场身份最高 那如果你验了他 这张狼人牌 你就可以告诉我们 你可以验一下 你对跳预言家的一张精髓牌 所以你可以留下 然后还有就是10号牌 10号牌跟4号牌 是投给这张1号牌的 如果你们是好人牌 我希望在下一局当中 不要把景辉 把你们的这一票 投给不是预言家的玩家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投给不是预言家的玩家 那么就没有这个景辉流了 因为这个人厌不了人 他是个猎人 他不是预言家 他无法打出景辉流 这个狼杀的基本思路 对吧 所以说还是要投给 投给这张1号牌 当然如果你们是狼人的话 就当我没说 对吧 你们想把这个景辉给外职位 当我没说 好吧 我重点怀疑这一把的话 是3号 5号 还有这张7号牌 就是1号分析的7号牌 因为方向瑞这一把 分析得特别对 他这里是一张猎人 那里要出两个 预言家要出一个 对吧 那你要女巫救你 你不是女巫 那你告诉我 你是一个什么神 对吧 你这一轮要好好聊 你这个时候脱衣服说 我是个平民 我是不信的 对吧 挑个猎人打他吧 好吧 过了 好 3号 3号 3号玩家在这边发言 3号玩家 这是一张平民牌 6号 如果你是冤家 你可以摸一下我 雙精水 我当然最希望的了 然后5号 我现在是暂时站边 这个5号牌的 但是他因为他给了我精水 6号 你什么身份都没给我 我为什么要跟你站边 就这么有 就这个逻辑 然后2号 你说那个是插上来就是说聊爆了 我没听出来他哪儿聊爆了 就是他开口第一个就是说上一局 上一局就是第一期是吧 那上一局他就是说上一期的那一局 他拿了预言加牌 他的意思是这个 我想你是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然后后面我想我的狼坑 就是在那个八九十里面出一狼 然后不用说了吗 两个预言加里面肯定要出一个狼 还有一个狼呢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7号 OK 就这样 过 好 有请我们的4号 哎呦 好紧张呀 那个我呢 开始就说了我就是个脚屎棍 我真的不太会玩这个游戏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3号和5号 他们两个这个互保 实在是让我觉得有一些问题 是不是在天黑的时候 然后他们互认过对方呢 所以说在这里 就不停地在力保对方 然后其他的呢 我也看不太出来 因为实在是 我是个没有逻辑思维的人 只是干脆听他们俩的发言 觉得很奇怪 我呢就是一个平民 我的身份特别特别特别的没有用 所以好 跟这样不说了 好 有请5号 我来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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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一局呢 我觉得狼人 如果依我来看的话 应该是7号 1号跟2号 因为2号首先他在跟 那个是9号 那个是6号 他一直在这儿说他是真的游戏家 然后1号他也认为他是游戏家 那他们首先 他们三个就肯定就是狼人了 因为我游戏家我第一天晚上 我根本就没有咽到狼人 我第一天晚上我咽的是3号 3号是个精髓 所以就是这样 反正我觉得1号 2号 6 等一下 我是6号 7号是狼人 就是说了吧 发言完毕 好 有请我们的6号 我觉得5号已经了爆了 他刚刚说1号 2号 7号是狼人 那我跟你对跳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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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把我自己认真心入口 你没怼我 所以他肯定是狼人 所以我觉得3 5 7 自爆 自爆 好 我们的 你真6 我今天好不容易打了一丝广告 很好 接下来请闭 好 游戏继续 由于我们的狼人自爆 那么其实在他进入天黑之前 是有遗言的 没有 可以有 但也可以没有 好 来 你有什么遗言 我希望 天黑吧 天黑吧 天黑 一般都是指刀的 好 好 狼人 请 睁 眼 狼人 请确定要攻击的对象 好 好 寓言家 请睁眼 寓言家 请验人 昨晚你验的人是 寓言家 请闭眼 女巫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使用解毒药吗 女巫 使用解毒药吗 女巫 使用解毒药吗 女巫 请闭眼 天亮了 好 经过昨晚呢 双杀 6号 7号 离开游戏 没有遗言 接下来 请警长 确定发言顺序 从我的右边 10号开始发言 好 在发言之前 我提醒一下我们的4号 5号 6号和7号 捏掉前面的灯 好 金长 10号 好 从10号开始 我说一下 我是个平民 之前2号说要投给预言家 因为之前是5号和6号 他们在互怼 他们在互怼预言家 我们无法判断 所以先投1号猎人 我为什么觉得1号是猎人 因为这一圈下来 先是1号说他是个猎人之后 这一圈没有人否定他是猎人 都没有人否定他 然后后面是5号已经自爆 5号之前开局给3号发了 5号开局给3号发了个精髓 3号毫不犹豫就接了 我所以现在有点怀疑3号是个狼 然后紧接着这个是7号 7号死了 7号今天死了的话 我怀疑是狼人之间的自刀 因为7号他说是名集名以上的身份 那既然5号不是预言家的话 那就6号应该是预言家 然后1号就是一个猎人 那这样的话7号肯定就是只狼 所以现在场上只剩下一匹狼 要么是2号要么是3号 我为什么怀疑2号呢 因为2号之前发演的时候 一直在抖脚抖身子 他可能是在演技 他一直在演 可能是演得太过了 所以导致了这样这个动作 所以我暂时是怀疑2号和3号 好 接下来我想听听别人的说法 好 过 好 我发现就是 我也是一个平民 就是按照那个第一局 就是刚开始这个平安夜 按照这样的方法的话 我们 我记得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人 在玩女巫的话 通常是不会救人的 所以通常只会在2号和8号 会救人 说明她们里面是有一个女巫 我还是比较怀疑1号和2号里面有狼 但是1号说她是猎人的话 就更怀疑2号是狼 好 8号 8号所让人家发言 就9号你把我这个女巫炸出来了 你知道吗 本来我这一轮可以演的 但我先说一下我的心路历程 就是首先是3号 你井上的时候 你这碗金水喝得太快了 但是后面你 所有的表演就略显得就是 就感觉你已经就被2号 你有点就聊爆了 然后我再说一下 第一天晚上是我旁边的7号导楼 我给她抬起来的 然后昨天晚上没有什么狼自刀 是我把7号给毒了 因为她第一天上井的时候 她吃刀的信息太多了 她说我第一天晚上死了 希望女巫救我一下 那我就必然认可她是一匹狼了 她在我这已经是一匹坐实的狼 然后6号是真的预言家 对吧 你们都认 她给我发金水 我肯定是好人吧 然后我也说我是女巫身份 现在场上面民至少是 可能是民还都活着 因为我认她是一匹狼走的 民都活着 神还剩两个也就是井推在先 就这一轮我们肯定要推你3号 因为你没办法 就虽然我真的不想走你 我很想保你一轮 但是你一个是喝金水太快 还有你井下所有的行为 包括你3号5号 你们都打7号 这是一张狼牌 这是一张被你们狼队友 都抛弃的一张牌 我觉得7号挺无辜的 然后这一轮吧 我们推3 如果游戏没结束 那明天晚上 必然是你2号的轮次好吧 就是虽然你全场都在做好事 但是狗哥没办法 我觉得 因为在我的视角里面 4号跟10号她俩都是好人 虽然说她俩上票给了1 所以就因为她俩上票给了1 我才觉得她俩是好人 因为井上呢 如果我 因为我是睁眼的嘛 她俩都是闭眼的 所以说可能分不清形式 第一轮上面要给一个 反而觉得她俩身份都做好 那值得怀疑的就是2和3了 就这轮出3 如果游戏没结束 好人也不会输对吧 还有两个神 然后下一轮走2 我觉得好人是必胜的 过了 好 有请我们的4号 到我了 你看 其实我虽然是脚趾过 但是运气挺好的 猜中了一个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3号是有问题的 因为毕竟在她 给她了一个好身份之后 大家开始怀疑她 然后她呢 又去力保她 所以我觉得她们应该是同伴 她应该是一匹狼 至于另外一匹狼呢 我现在不敢乱说 过 好 3号 3号这里是旅屋身份 第一网我捞的是6号 然后第二网我才读了7号 因为我说她在我这里是一匹狼 就是我才会读7号 那18号有一点 然后特别爆是什么 她第一网捞了7号 第二网又读了7号 你在一个玩家上浪费两瓶 要是什么意思 这明显聊爆了是吧 3号是一个女巫啊 8号一直想把我这个女巫催出去 我是搞不懂了什么的啊 然后她给我金水 我女巫当然要喝啊 不喝我怎么证明我身份是吧 嗯 这里有3号这里女巫牌 就这么跟你聊了啊 反正吧我是单票挂疤的 单票挂疤的就这样过 好 2号 好 那你单票挂疤啊 疤是我们的金水啊 吓了我了 我都不知道我二号说什么了 这个5号玩家自爆了 他是一匹狼吧 那6号是真语言家吧 6号真语言家 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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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你狼人自爆之后呢 就有疑言 你有什麼想說的嗎 好 我就贏了 我最後一票了 5 3 5 7 好的 恭喜我們的評審 好髒喔 我屁低啊 你先解藥的咯 不不 但你算就了爆了 你算就不算了爆了 不是 本來 接近日子太快了 接近水 我就看到隊友 要不要接近那麼快 我就看到隊友太快了 我先穿著 我先穿著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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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直接就說你喝了 其實大家先冷靜一下 我有真的要給大家道個歉 因為剛剛三皮狼 你們第一把刀的應該是 其實刀的是6號 不是刀的 然後我做筆記也是做的6號 結果我這腦子和手是不適配的 你看我的7 對 其實一樣的 其實第一把誰被刀了 我都要抬起來 所以說我這個 我今天我就自罰一口好了 一瓶吧 一瓶吧 一口一口 還是廣告很硬 是不是 這一局吧 我覺得應該就是 不行 我這個人 應該等我 我只會有一點點 不是 我今天 你自爆的時候 應該等我先發言完 我得先為自己澄清一下 然後你再就堵了他們的嘴 這樣會比較好 不是 剛才是9號那發言 把女巫給炸開了 不然我這邊想跳女巫的 結果把8號女巫給炸開了 聊暴了 女巫 我覺得你上一輪就聊暴了 你知道嗎 就是你在瘋狂解釋 其實如果你 他打到好人牌的時候 絕對不會解釋這些 就你不需要解釋 你好人牌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三個 一開始就聊暴了 對對對 我覺得 一開始就發言過 他已經爆了 他已經爆了 你這局真的太快了 我先想說 這個看起來實在 你不要握他手 沒握他手 好 等一下 我們來領一下 我們來領一下脫落 實際上的 首先我們有新朋友 我們的4號 他剛剛有發表一番言論 不知道大家聽到沒有 我們現在 時間主要交給你 你來發表一下 你第一次玩咱們這個遊戲 跟大家玩遊戲 你的一個感覺吧 我覺得大家都特別專業 好會玩 然後我本來就不太會玩 現在搞得我特別緊張 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本來就沒有邏輯思維 然後聽誰說的 都特別的有道理 但問題是 你們兩個太明顯了 想想我一個腳踢櫃 都能看成你們兩個 是兩隻腳踢了 本來我第一輪緊張準備跳獵人 他其他的就跳出來了 就是不敢跳了 你要跳他好多 對 本來我的思路是怎樣的 我就是想怎麼呢 就是想偽裝成一個村民牌 然後先來穿個衣服 然後就是打下那種 就想來炸下大家身份 但是我第一輪 然後那個他們說了我是那個 就是懷疑我市場之後 主要是我還沒有解釋 所以就知道 丟嘴了 知道你拿到身份牌的時候 然後你的表情就很成功 沒有 知道到不隨意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我跟你講 我上帝視角 我一直看一號的芳芳 就一直在憋笑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可能平時關係都很好 一個小動作就可以出賣他 他一直在憋笑 那剛剛導演一直跟我兒返說 要把大家這個身份牌收下去 那我有請我們的助理 把這個身份牌先收一下 另外呢還有一個就是 你的方塊呢 希望下次還是這張 你的方塊呢 對啊 你今天怎麼沒跳舞 然後還有我們的懲罰環節 那我們的平民陣營獲勝了 會積上一分 那三屁郎呢就會接受到相應的懲罰 同時我真的為自己犯的錯誤 我寧願給他們來吹一下 可是沒有 那也沒有辦法 好 首先來三屁郎接受一下 挺涼快的嗎 挺涼快 挺涼快 那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們先喝一瓶可樂 來冷靜一下 我們請我們的道具呢 把我們的身份牌整理之後 放到我們大家的這個桌上 從這一句遊戲開始呢 我們就要進入我們的普通視角 也就是天黑的情況 大家是看不到的 大家可以通過我們這個淨猜的方式 來猜一猜誰是郎 如果你猜中了三屁郎的話呢 不僅有這個價值兩百三百的 這種現金的充值給你 還有這個 對 就是剛剛民國打廣告的這個耳機 日本原裝鏡頭的耳機送給你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多多地參與到 我們這個互動當中來 趁我們這個道具還沒上 我們來請兩位老師 剛剛這個熱身 我請一下8號我們大表哥 經過剛剛這輪熱身賽 你覺得接下來兩輪比賽 你想給我們的小朋友 一些什麼樣好的建議 或者給他們支支招 就是我覺得我們挺多同學 就是他拿到好人牌 跟拿到狼人牌的狀態 還有發言 還有就包括面目表情 真的是就反差特別大 我就拿展翼文舉個例子 就他拿到狼人牌去裝好人的時候 他會他真的是 就從他的臉 我都已經可以看出來了 就完全都不用發言 我都可以看出來了 就是你一定要隨時 就是不管拿到什麼牌 哪怕說別人懟你 就已經 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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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留他 比如說這個 我看不出來 你已經是焦點了 但是你一定要就是鎮定 這樣就 心態一定要放平和 這樣會玩得更好 那我們太爆炸了 2號呢 小狗呢 有什麼 進步很大 特別這個方祥瑞跟那個展翼文 進步真的太大了 因為展翼文上來 先留個九回流 對吧 先告訴大家這個 有這個東西 對吧 方祥瑞在他這個位置 他拿了一張獵人牌 他知道那裡 預言家出來了 他第一時間 給了七號那裡壓力 直接說 那你是一張什麼牌 對吧 去質問他 這就是進步 對吧 我覺得反正我從面部表情 看不出來 對吧 刀他 不要刀他 毒他 不要毒我 我是看不出來 對吧 我看不出來 首焰八號 我這個人走邏輯的 不跟你搞些有的沒的 剛剛小方那個 面具掉下來的時候 我整個 崩掉了 我整個閉著眼睛 旁邊有個獵人 我這麼大攝影師 我這麼大攝影師 不要這麼重 沒關係 不影響 主要是愛好他說旁邊獵人 他掉面具了 但是我還想跳獵人的 對 顿勢不敢跳了 好啦 我們的小哥準備好了嗎 一個獵人牌 一個獵人牌 我不要獵人 好多一下 好啦 也辛苦 辛苦我們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了 接下來的時間 你們會有三秒鐘的時間 確認一下自己的身份 真的好好看一下唷 好 當然已經這份完了 3 2 1 看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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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確認完自己的身份 我要請請正在觀看我們直播的 這一句開始 咱們可是有競猜的咯 好 接下來 都確認好了沒有 確認好了 好 好 天黑 是 是 狼人請睜眼 狼人請確定要攻擊的對象 確定攻擊對象 狼人請閉眼 預言家請睜眼 預言家請驗人 昨晚你驗的人是 預言家請閉眼 女巫請睜眼 女巫請睜眼 女巫昨晚死的事 使用解藥嗎 使用毒藥嗎 使用毒藥嗎 女巫請閉眼 獵人請睜眼 獵人請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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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有請三號發言 三號玩家發言 三號玩家發言 三號玩家這裡全場為一陣遠家 然後昨晚翻牌啥啥一號 翻牌啥啥一號 然後錦灰流的話 我先把我先摸 先摸這個二號 然後再摸錦上的一個 先摸二號再摸一個七號 或者先摸七號再摸二號 會變 就這樣 過 好的 七號 由於我開局的時候我說過 因為我從來還沒有拿過獵人牌 還有預言家牌 然後這局拿的是一個預言家牌 首先你三號的發言 你就一開始就說 就說你查殺了一號 那一號肯定 他是你的查殺牌 那麼你們兩個有可能就是 離給他的查殺 然後坐實你預言家的身份 然後這個套路由於 也打過很多次了 然後我要報下我昨天驗的人 是六號何洛洛 然後他是一個精髓 然後他是個好人牌 好 有請我們的八號 八號小案家 這裡面持槍上崗 就非常正義的一張牌 我是隨時都可以帶走 別人的一張牌 好吧 然後你們如果認不清 哪個是真的預言家呢 可以把票投給我 當然 當然其實我不想要這個警匯了 就是兩個預言家說完話 我感覺 我已經知道哪個是真的預言家了 就其實我這一輪 就特別相信展一文 就首先他說得非常好 而且就是七號小案家 為什麼做不成一張真的預言家牌呢 就是你前面鋪墊了一堆 然後你說到中後半段的時候 才說你給了六號一個金水 我希望六號你把票投到三號身上 好吧 就是在我的視角裡面 七號肯定做不成一張真的預言家 就是如果一個真的預言家 他上來就應該先說我驗了誰 對不對 或者說怎麼的 然後再把你標成狼打 也很正常 但是你這個驗人我覺得你還在思考 就包括你發言的時候你都在想 我要給誰一個金水一個茶 就感覺你像在邊 就在我感覺 如果我先發言的話 我就直接去炸你身份了 但我在你後面發言 就沒辦法了 然後我退水了 然後你們把你們手中的牌 反正我傾向於站邊三號 過了 好 現在三號七號 到底你們認為誰是適合這枚警輝 請舉手示意告訴我 我起票 我起票 起票 好 恭喜我們的三號 請我們上任警長把警輝給我們三號 我改一下警輝流 7號我這裡直接別亂打了 然後1號 今天初1號 然後7號晚上禮物讀一下 然後我再查一下另外一批了 然後9號你很可疑 就這樣 從爸爸 好 昨晚我們三號玩家離開遊戲 你現在飛給8號 飛給8號 你還可以發言 就這樣 就是 在我心中狼已經出來了 1 7 9 三郎 就這樣 9號給7號上票 7號已經坐實了一張狼牌了 9號還給7號上票 7號是 1號今天把牙龜出去 然後7號晚上禮物讀了 然後9號第二天把牙龜出去 遊戲結束 好人勝利 過 好 那麼我們新任警長 請確認一下發言的順序 右手邊發言 好 死者的 那就死者的右邊 死者右邊 死者右邊 隔行2號 你讓我死又發言對吧 那麼我發完言之後 這裡是認的一匹狼 你認的一匹狼在我之後發言 我發完言之後到你 你發完言 你認的一匹狼又在你之後發言 你選擇這個發言順序真的很差 真的讓我們好人在發言的位置方面 就佔盡了劣勢 對吧 我不知道3號玩家 是怎麼把這張頸回 飛給你8號的 對吧 你在我這兒 你說你持槍上崗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張 真的獵人牌 但是我信你的發言 我覺得1號跟7號 確實是兩張狼人牌 但是你不應該拿到這個頸回 因為預言家沒有驗過你 對吧 他不知道你到底是一個什麼身份 那如果你是個狼呢 你上來就賣了兩批隊友呢 賣了這張7號牌 然後打倒勾呢 對吧 所以說在我這裡呢 我覺得你8號玩家 以這個發言順序在我這兒 實在是很差 但是畢竟預言家走了 他懷疑的是9號牌 因為9號牌頭尾的是7號牌 確實票刑就在這裡 對吧 那我現在的話也出不到你 反正也不是你的輪次 對吧 這一輪的話肯定先出1號牌 有茶沙走茶沙 先把1號出了 再走這張7號牌 對吧 晚上女巫直接讀7 不要猶豫 不要猶豫 為什麼呢 就是7號牌並不是說 像8號說的你前面鋪了那麼一大段 才爆出來6號是你的精髓這句話 7號爆狼並不是因為在這裡 而不是說 就是說他的發言沒有問題 他的順序也沒有問題 只是說他拿不起一張預言家牌 是他前面的第一句話是編的 因為7號牌很乾很乾 就是整個場子很乾 他強行鋪了一層水 他上來說 因為我今天說嘛 我都沒有拿過這個預言家獵人牌 那我這裡就是一張預言家牌 強行給自己打氣 你明白嗎 所以說這個才是你的原因 而不是說我這裡就是一張預言家 OK 又找到一匹狼了 本來今天驗了一張精髓牌 沒有找到狼 3號自己跳出來送給我一匹 所以說你7號牌很乾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不是一張預言家牌 這是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1號牌 在拿牌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有點緊張 我們不是有個3秒鐘可以看 就是對方面部表情嗎 我看了一下方向偉 方向偉很緊張 你看我幹嘛 我說你有點緊張像一張狼 不是 所以我覺得1號牌 像是那張狼牌 好吧 我2號牌就是一張平民牌 所以我覺得你還不如把警徽撕掉呢 如果8號是這張狼的話 我們可能就崩了 當然我相信你好不好 那我這一輪先出1 女巫直接讀7 過 好 有請我們的1號玩家 其實你們完全都被帶跑偏了 我這裡是個獵人牌 你看展英文 他第一把他們就玩自爆 然後跟8號打配合對不對 我自爆 然後他直接 然後搬警徽留給8號 然後這一局 我感覺就是3號 展英文 8號狼人 然後還有一個狼人 可能就是這個 2號 23跟8號都是一匹狼人 你看展英文一開始 他們就玩自爆 直接做出他這個冤架的身份 然後把他的警徽留留給了8號 兩個完全就在打配合 然後他又是一件的我的茶茶 他又這麼信這個獵人 他說他是獵人 他就直接把這個警徽留給了8號 就完全就是打配合 然後我這裡是一張獵人牌 不論你們帶不帶走我 反正今晚我肯定帶走一個人 我 好 10號 1號 方祥瑞就是 誰說你是狼人 你就說那個人是狼人是不是 我也覺得你應該是個狼人 聽了小狗哥說的話是 你之前拿到牌了之後 就越顯緊張 然後現在說話的時候 語速特別地快 我懷疑你是一張狼吧 然後下面一張7號 我也懷疑他是個狼 他上面上來先說的就是 我之前一直想要一個戀人和預言家 那這一回我就是一個預言家 他說那這一回我就是個預言家 這句話說得似乎有點不太合情理吧 所以我覺得1號和7號是一個 我把預言家唯一 還有人信我 好 9號玩家 到我發言了 我想1號這個已經聊爆 有人說說說了3號自爆 自爆 自爆 而且我不得不跳出來了 我才真正的獵人 我本來開始懷疑的是那個8號 但是我現在看到你 而且我怎麼說呢 反正這局 你們如果要把我給票了 我肯定會帶走1號 反正你們看著辦 過 8號小玩家 反正8號小玩家 你不用著急 不是你的輪次 再說我這裡認你是一張獵人牌 好吧 這一輪就出1 你不說你是獵人嗎 我希望你能開槍把我帶走好吧 這一輪肯定是出1 然後下一輪是出7號的輪次 然後你一會兒還有一輪辯解的機會 但是你說什麼呢 我們在場的好人也不相信 然後我跟小狗說一下 我覺得我這個發言順序 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都是狼 我心目中的狼人是先發言的 就是他們在我的視角裡 就是第一個 就是第二個 就是然後剛才就是狗哥 你盤了一個邏輯說 如果我是一匹狼 直接賣兩個隊友 我是不會這麼幹的 因為本來就三郎的板子 你上來就賣兩個隊友 我感覺有點太悍了 但是就因為我是警上 直接給他號票 而且我認獵人 我覺得他把警匯費給我 沒什麼問題 然後這把我相信 因為有警長的責任 我必須要把最後一匹狼抓住 然後我心目中 最後一匹狼的狼坑 大概就是在四五六裡面 在我心目中 是出最後一匹狼的 因為一期是定狼了已經 然後這一輪警長 可以票一號好吧 然後女巫直接把七號讀了 就可以了 OK 好 笑號玩家 這裡確實是一張預言家牌 但是我 因為確實是從來沒有玩過預言家 然後也是不知道該怎麼發言 然後我心中的狼人人選 應該是一號 三號 然後一號因為確實是太緊張了 然後三號這裡 因為跟我對跳 肯定是一匹鐵狼 然後這邊兩個跳狼人的話 不 兩個跳獵人的話 我覺得肯定狼人在這兩個中間 過 好 洛洛 首先兩個預言家我相信三號 所以七號肯定是匹鐵狼 然後假如今天晚上我們先 不是 就是投票的時候 我們肯定先把一投了 因為一號 八號 九號 他說他是獵人 假如一號不是獵人的話 應該就八號 九號 但我相信是九號 所以我覺得狼人應該是在 一號 七號 八號裡面出兩狼 七號他肯定是一狼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一號 好 我覺得八號他應該是平民 對 然後他因為前面有三人上井 兩人是預言家 所以他肯定要爭取這個 就因為我們不確定哪個是預言家 所以他肯定要把這警惠拿下來 所以說他自己是那個獵人嘛 不然的話就我們分不清 萬一給這個警惠給狼人的話 狼人就有很大優勢 所以我們今天先票一 然後其實女巫也可以不讀七號 因為七號已經是我們公認的狼 所以我們可以不讀七號 對 就這樣 好 有請我們的五號 這一集呢 比上一集輕鬆一些 首先我聽前面人的發言的話 肯定一號 七號狼人已經坐實了 然後十號肯定就是平民啊 然後十號肯定狀態 然後六號也先平民 那現在呢 狼人就應該在九八四 這三個人當中 所以今天晚上 今天我們就投一 晚上我就讀七 就這麼定了 如果有誰需要我救的話 跟我出衛生就行了 好 我會與你知道話 發言完畢 好 四號 剛才林默跟我說 我要做總結 我好緊張 我怎麼總在緊張 那現在反正呢 我就是一個平民 我的身份 樸實的不能再樸實了 聽完大家的發言呢 我也覺得一號和七號是有問題的 但是八號呢 我感覺說不清楚 他到底是 他應該是個好人身份 而且是一個好身份或者是平民 但是現在 腳的我實在是搞不清楚的 到底是一個 是有職責的還是沒職責的 但是還是按大家說的那樣吧 我覺得今天先把一號帶走 然後呢 七號晚上請你把它堵死 發言完畢 完畢 好 接下來我們來進行投票 你覺得心目中的那個皮狼 到底是誰 請用手勢告訴我 好 一號請滅掉燈 再見 有什麼要說的嗎 沒有 一老 一老 好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遊戲繼續 天黑 閉眼 狼人請睜眼 狼人請確定你們要攻擊的對象 狼人請閉眼 預言家 請睜眼 預言家 請睜人 預言家 昨晚你睜的人是 預言家 請閉眼 女巫 請睜眼 女巫 昨晚死的是 使用解藥嗎 使用毒藥嗎 女巫 請閉眼 天亮吧 經過昨天一晚 我們的五號玩家 五號玩家離開遊戲 沒有預言 請請找決定發言順序 你的左邊還是右邊 那就六號發言吧 好 六號 這個 這個怎麼發言 讓我想一下 遊戲還在繼續的話 我們先 對 商局八九說 一八九他是獵人 一號他沒出牌 沒翻牌 所以一號肯定是狼人 所以八九裡面有一狼人 我覺得 我現在覺得是 就四五六 四六十是普通村民 然後二應該也是普通村民 所以我覺得八九裡面肯定有一狼 然後看看他們發言吧 是吧 因為我第一個說 所以沒什麼好說 發言完畢 對 好 有請四號 估計這兩個反正七號應該是被毒死的 那現在應該還有一批狼 其實我剛才突然想到八號之前 他說他是獵人 然後九號跳說他是獵人 然後八號就說那好 那你是暫且我就讓你 我就讓給你你是獵人 就是八號的身分 特別地撲朔迷離 我對八號有一些質疑 好 二號 所以我就跟你說了 對吧 你沒有驗過八號牌 你把錦輝飛給他 我們壓力很大 因為他畢竟是警長 他的發言順序 選的都是他比較有力的發言 而且他是最後一個陳底薇發言 那這樣子吧 好吧 就是我這裡是一張普通村民牌 十號牌你們都認一張普通村民牌 我覺得四號牌像一張好恩牌 那麼這一輪的焦點 肯定在八九號當中出 那麼九號你是一張獵人牌的話 你可以嘗試直接打死這張八號牌 你可以嘗試直接打死這張八號牌 因為我們這裡我是普通村民 他是普通村民 洛洛說了我們四六二十是普通村民 那你八號牌是多出來的一個村民 我們只有四張普通村民牌 對吧 那現在五個人了 那這張八號牌就要送你懷疑了 對吧 如果你是一張獵人牌的話 你可以在八十裡面選擇 那我更偏向於這張八號牌 因為我覺得有點奇怪 確實有點奇怪 當然你想出十號也可以 但是如果八號你是一張獵人牌的話 你就直接打死這張九號牌 你想贏你也只能打死這張九號牌 你不可能外之未出 你告訴我你這一輪要出誰 要出我二號牌嗎 還是要出這張六號牌 還是要出這張四號牌 你拿什麼理由出我們這三張牌 對吧 那你只可能在九十裡面出 你挑一個獵人 那你要出九號牌 因為他穿你的衣服 你挑一個村民 村民坑不夠 那你只能出十號牌 所以你們好好聊好不好 八九十給足了你們壓力 那在我這裡呢 因為有很多這個很奇怪 因為我覺得他畢竟是警長 我沒有辦法去跟他抗衡 對吧 他多我0.5票 而且他歸票 所以我很難去拉回來這個局面 那我只能說 在我心裡面我認為的好人 我認為的好人 就是這張四號牌 這是我鐵刃的好人 因為四號牌的發言 永遠都是向著好人的 並且沒有在擾亂廠商的局勢 他只是發表他的言論 他不去當這個腳屎棍 不讓這個狼人去潛藏起來 我覺得哨牌像一張好人牌 那我自己的底牌是一張好人牌 那麼六八九十 在我眼裡都有可能做成狼 因為每一隻狼呢 他總會隱藏下去 而且在剛剛那個輪次 一號跟七號已經賣掉了 所以都可以做成這個 賣掉狼隊友的狼 對吧 那六號這一輪發過言了 我覺得也不錯 還可以 那我重點就聽八九十 好不好 這是我的發言 那如果你要是戳我 聽好了 我們牽起小手 那個八號要是出我 我們就打死他 好不好 出他 過了 好 十號玩家 好 我先說一下 我是一個村民 然後八號和九號裡面 肯定有一匹狼 但是我更相信八號是一個獵人 然後所以說我想 大家把這一局把那個八號給票掉吧 然後八號你是個獵人是吧 那你就把九號帶走吧 我覺得遊戲應該就可以結束了 因為你們兩個裡面肯定有一匹狼 完了 發言完畢嗎 好 九號 我終於到時候 我確實是個獵人 剛開始是投 是投警長對吧 我選了七號 因為就算我是個狼人 這麼多人投三號 我還去投七號 說明我肯定是個好人 對不對 我怎麼 我沒聽明白 不行 我不能做 並且我剛開始 他說他是獵人之後 我就跳了出來 他居然還 他都相信我是獵人 然後居然還不脫下 獵人 還硬跟我撐著 然後呢 就說明 他肯定是想活下來 誰想活 肯定是忙著想活下來 過了嗎 發言完畢 過了 好 哎呀 可算到我發言了 這一輪真是要憋死了 我跟你們 我上一輪就已經認他是獵人了好嗎 就是在瘋小狗這麼高端的玩家之下 還把焦點打在我89號身上 首先就是上一輪的發言裡面 我認六號是一張好人牌的 但這一輪你是第一個導向 就是說我們兩個出一郎的 你是第一個說這個事的 好吧我還認你是好人 其實你這個真的已經不錯 因為上一輪我已經脫衣服了 我井上跳獵人 但井上我已經認他是獵人 我第一句話就是 我上一輪第一句話是不是 就是認你是獵人 而且你們想一下 我全場在幹什麼事 我幫你們出了兩匹狼 對不對 你們這是第一點吧 然後4號是第二個跟風踩我的 4號是第二個跟著你的風 就是我認你是好人 聽明白了嗎 然後他是第二個跟著風 但是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上一輪第一句說的是 就是我認九號這個獵人 對吧 然後就到狗哥這兒了 狗哥這兒就強行把我八九號 打成焦點牌 而且你把我所有的退路都給斷了 所以說你必然是最後一匹狼 而且你們想想 他全場在幹一件什麼事 就這裡面現在身份很明 這是一個獵人 那是一個女巫 那是一個預言家 狗哥你是一匹狼 別的都是名 而且就是10號都昏成那個樣了 這一輪還要先出獵人 獵人是最後一個神了 就這一輪我們推狼好人就贏了 如果你把獵人推走了 就好人就輸了 就成最後一個神 所以說這一輪所有好人 你們能聽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說的完全對吧 這一輪出二號好人就贏了 就這麼簡單好嗎 就他剛才那麼做作 而且你想他這麼高配的玩家 他看不出來嗎 這一輪怎麼交點牌 可能在我們兩個的身上 兩匹不是不是兩匹 就是兩個好人 兩個好人 這是一個口誤 所以說這一輪相信我 相信我 看著我真誠的眼神真的 出二號好人就贏了 這一輪賊關鍵 就為什麼我說這麼多話 因為這一輪真的賊關鍵 你們想一下場上就剩一個獵人 一匹狼 而且狼肯定知道9號是獵人 而且我全場做了什麼事 我幫你們打出去了兩匹狼 對不對 我給女巫安排的工作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看著我堅定的眼神 河洛洛你信不信我 你是狼 你可不不信我 這一輪出二 警長歸票二號 好 那接下來的時間 你心目中誰是狼人 請舉手示意告訴我 3 2 1 慢 舉慢的不算慢 3.5比3吧 我覺得 沒事都可以 好 2號玩家請滅掉你的燈 有什麼想說的 遊戲沒結束嘛 對吧 所以我說了如果他出我 聽好我的發言 如果他出我我們幹死他 對吧 你們投我沒關係對吧 沒事沒事 這一局呢確實越來越有意思了 對吧 越來越有意思了 那怎麼說呢 就是8號牌 從始至終 你們要記住 從開頭到結束 從一開始到結束 沒有預言家驗過這張8號牌 3號第一天就死了 我們的預言家第一天就死了 對吧 那你們信那張7號預言家的 7號也沒有驗過8號牌 他這個警長得來的是 根本就不知道從哪裡得來的 天外飛過來的對吧 他說的話根本沒有任何可信 你聽他的發言 不能當做警長的發言去聽 而是就當做一張 你不認識的牌去聽 去分析它 對不對 但是你們可能在代入上 直接就覺得這是一個警長 他可能說的話特別的對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沒關係對吧 我也想看看 最後一匹狼到底在哪裡對吧 就是讓遊戲就更加好玩一些 我的發言過了 好 接下來遊戲繼續 天黑請閉眼 狼人請睜眼 狼人請決定你要攻擊的對象 狼人請閉眼 預言家請睜眼 預言家請閉眼 預言家請閉眼 預言家昨晚你閉眼的人是 預言家請閉眼 女巫請睜眼 女巫請閉眼 女巫請閉眼 預言家離開遊戲 遊戲結束 狼人獲勝 10號 10號是狼 你是真地菜 狗哥這輪你好餘 你怎麼能把焦點牌打在我們兩個身上 我跟你說了所有的話 對不起 我都錯了 不是 沒有OK 你聽我 你聽我說完 對吧 我起來發言是什麼 我說9號要是獵人 你要是個名 那麼你如果是獵人你打死9號 你如果是平民你打死10號 你是個平民你來打我2號 是不是 不是 是你把焦點轉移到我 焦點本來就在你們身上 第二輪我都脫衣服給他 你看不出來嗎 別人看不出來我不說啥了 狗哥你看不出來 就我第一句就是我認他是個獵人 那你告訴我焦點是不是在你們身上 不是 我第二輪的時候我就說了 我認他是個獵人 其實他那個發言的時候我就也就 他脫不脫衣服不就對了嗎 那我是不是說了 你要是個村民你只能打10號 你只能打10號 對不對 是不是 不是 他那個邏輯太爆炸了 我都不信 我都在我這 他拿不起一張狼牌了一張 他說要碰壁人 你脫衣服在我這裡我也可以認為 哇 這個狼慫了 像獵人低頭了 他要扛推一個村民 對不對 有沒有道理 我給你點了所有的路 如果你是一張獵人牌 那麼你打死9 如果你是村民你打死10 你打我2號 你還會聊出我你知道嗎 等一下 就前面我能看出來就6號和4號 肯定在那裡 就他倆可能覺得這裡面有一匹狼 但我到你那個點的時候 你還這樣我就覺得 你是在混淆市場 你知道嗎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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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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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盜光王打得太好了 我們這個復盤的時間 我首先得想採訪一下 我旁邊的5號 他是女巫 為什麼不用解藥 然後他跳出來那一刻 我就覺得狼內心 你看一下 然後想他是不是經常玩刺刀 以後不要辭槍上岗 不要老搞自己 你就先為你玩刺刀 我就 又還是不就呢 第一晚上必學撈人的 像他剛剛就撈了一匹狼上來 對 其實剛剛 那怎麼辦呢 而且我覺得我最近其實 怪在我這裡 我這個女物挺好的 你除了一個狼 就明目巴巴的 然後你沒關係 他當時 他讀這匹狼的時候 對 我也是跟你一邊說 他一邊講 讀這匹狼的時候 是他自己死掉 他知道自己死掉了 又不能用解藥 對 然後他就讀走了那匹狼 其實還是有功勞的 沒有功勞 有 有 好了 前面說了嘛 今年還是救人 對 他還有我們的預言家3號 上限大概5分鐘 就下限了 但是我給大家排出這個狼坑 我說90裡面出一狼 然後17裡面 17兩條鐵狼 然後1990裡面出一狼 然後排出了狼坑 然後結果2號詳心打到8號身上去了 不是 我沒有辦法信他的 不是 在我的視角裡面 以狗哥的技巧就是 他不可能盤不對狼坑的 就我是這麼想你的你知道吧 你這一輪還在打我倆 我就覺得 那你是一匹深水倒垢狼 深水倒垢狼 對啊 就是當時 景象的票型就是9號投給7號 10號就 10號好像是7票完什麼的 我就說9號10號裡面出一狼 然後17兩個出了 然後9號10號裡面 出一個狼坑了 那小心打包上去了 那我很醉 那我們還有時間聊 現在請我們的道具 小哥把這個道具收一下 然後我想問一下我們4號 天啊 感覺怎麼樣 太燒腦了 真的太燒腦了 我覺得誰說的都特別有道理 但是10號真的 我姐姐必須得真可憐 這個眼神 不是 我剛剛話都說到那個份上了 我說把獵人殺死 就是獵人帶走一個人 已經兩個神明已經走了 獵人我說把獵人弄走了 不是就是我就是狼嗎 我已經算了這個問題 我就不是好了 你這句話完全騙過了我 給我 在我的視角裡就是什麼呢 你是一張名牌 就是你非常魚 但是就是你已經忘了 只剩一個獵人 我還在想我要給你講這個道理 然後結果你抓得這麼好 給我來抓得這麼好 那為什麼 我剛才拿到狼人牌 我就說這局肯定狼人贏 因為沒有人會懷疑我是狼人 因為我就拿過兩次狼人 你們都沒有 我基本上拿的都是平民 不是 我都問決定真問 但是我是相信 所有人的風向都一邊倒 場上還有一個名字 應該是洛洛對不對 應該2號 8號 洛洛也是你 你當時這個局面 你是怎麼看的 是不是 我 我也不知道 他坐著看的 坐著看的 那接下來真的就是了 我們三匹狼 最先走掉的方方 說一下你的感受 當時當所有的箭頭 都指向我的時候 然後當時我很緊張 很緊張 絕望 然後也很絕望 因為狼隊友 狼隊友都開始拋棄我了 然後我還是出來戰了獵人 但是我 但是我為自己說的 自己是獵人的那一刻 我感覺自己已經撩爆了 對 你真的撩爆了 你知道嗎 那還有7號呢 其實剛才漢跳的時候 其實發言還沒有太想好 你這平民 就是可能覺得 沒有太想好的話 那就混淆一下試聽就這樣 哥 你最貌美一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知道 也就是說1號肯定是把狼狼人 1 4裡面 然後什麼什麼 狼狼為了做出我這個戀 沒有 我更不上 可是誰知道 好 這一局副局 我們真的要把焦點留到10號 我整個就是為他捏一把 很真的兩匹狼走掉之後 他還繼續帶著這匹狼 好淡定啊 真的就勝利了 你說出你的故事 我就是現在把自己當成一個平民嘛 我就是平民當慣了 平民已經融入我骨髓裡了 所以我現在我已經忘了我是狼狼人 我就當一個是平民 所以他們基本上都沒有看出來 應該他是我們場上年紀最小的 真的給他鼓鼓掌 真的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的這個平民陣營 要接受我們的懲罰了 好 為什麼從我這兒出來 好了 有請我們的道具小哥 我們第三局的身份牌 給個好人 我要贏 比較不夠狼什麼都可以 同樣這一局 我們也是有這個競猜環節 你可以通過我們這個競猜系統 來參與到我們整個遊戲當中 你心目中誰是狼 你可以在屏幕前告訴我們 我們也會收到的 好 接下來的時間三秒鐘 確認自己的身份 同樣也可以觀察一下 三 二 一 都確認好了嗎 好 好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遊戲正式開始 天飛 閉眼 狼人 請睜眼 請 狼人 請確定需要攻擊的對象 請確定需要攻擊的對象 狼人 請閉眼 預言家 請睜眼 預言家 請驗人 預言家 走完你驗的人是 預言家 請閉眼 女巫 請睜眼 女巫 走完死的事 使用解藥嗎 使用毒藥嗎 女巫 請閉眼 獵人 請睜眼 獵人 請睜眼 天亮了 接下來進行我們的警長競選環節 請要競選警長的舉手事宜告訴我 3號 5號 10號 現在有請10號發言 大家都知道這個警長是有0.5的票 我們就是在想到時候投狼的時候 如果你們大家把這個警徽給我的話 我會加0.5的票 那狼人死了之後平民就贏了 這局我是平民 我只想帶大家走上勝利 這是很老套的一句話 但是說的 好 你們自己感受吧 好 坐 好 他剛說什麼 都說刺激感受吧 好 他想有助力 5號 5號這邊 怨家 如果3號敢跟我跳怨家的話 3號就是狼了 如果你說其他條件的話 那你就 首先2號 4號 你們兩個狼坐實了 但是2 3號我還不確定 因為3號他還沒有跳那個怨家 所以我就只有看你3號發言 我看來確定你是不是 首先昨天晚上我查的是4號 4號是個狼人 就這麼說了吧 好 發言完畢 對 4號 3號玩家發言 3號玩家 3號玩家這也是搞不懂 為什麼真的怨家不上警 他剛剛聊得非常爆的一點是什麼 4號 2號 兩個狼人是坐實了的 4號 3號 3號 4號 不能討論 他聊到最抱怨就是這個 他說我們兩個狼人坐實了 請問我跳怨家了嗎 你今天我跳怨家了嗎 你怎麼說 就說我一個平民是狼坐實的 OK好 我是現在不信這個5號是怨家的 真怨家為什麼不上警 我是不知道的 然後我希望真怨家 趕在警下的時候 跳起來趕快正面剛一波 在我這5號已經是一個狼坑了 然後10號我是搞不懂 你一個平民為什麼要上警的 然後這把警徽是 肯定不能給這個5號的 他顯然是一名狼警是吧 然後3號這裏那個平民 然後真怨家可以摸一下我 就這麼簡單 然後反正我是把這個5號 不要亂打的 就這樣過 好的 這個發言完畢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所有沒有上警的小夥伴 考慮一下這枚警徽你們要留給誰呢 3秒鐘之後一起告訴我 3 2 1 1√票 沒有啊 5 然後10 10沒有 5 5號3票嘛 5號 5號3票 5號 好 3 Americas 你下一任 下一任警长 好了 恭喜我们的5号 要不要把你的警惠流说一说 警惠流 我警惠 现在还没查到那个 反正我先 如果我死的话 我警惠死掉 谁都不给 好的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要告诉大家 昨晚平安夜 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警长 确认一下发言的顺序 请开始你的导演 天啊 对不起啊 没关系 我原谅你了 好好好 好 就上来就说他是一员家 然后就是咽了我说我是狼 但我真的 我跟前两只是一样的 我就是一个好身份的 至于 反正我也没什么逻辑思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过 好 3号 我先要告诉5号玩家 请惠流是什么 请惠流是 就这一轮你要验的人是谁 然后下一轮你要验的人是谁 是这个 报道是 我回头还不是很清楚 OK 好 就是 然后3号玩家这里是 不认这个5号玩家是一个预言家的 他警察就聊得特别爆 说我3是坐舌的狼人 他请问你拿什么证据来说 我3号是坐舌的狼人 就这个逻辑 你凭什么说我3号是坐舌的狼人 你验过我 没有 他凭什么说我是狼人 反正我是不认这个5号警察的 就这样 过 好 2号玩家 首先就是5号肯定是一张预言家牌 对吧 赵英文不用激动 你要把发言听完整 他是有前缀的 他的前缀是说 如果3号玩家是跟我汗跳的预言家 那么三四坐舌两狼 你没有跟他汗跳预言家 那么这个前缀生效 那你就不是那批狼 所以说你只听到后面那句话的话 导致你先入为主的观念 会让你跟这个5号预言家打起来 但是我认你是一张好人牌 麻烦你不要打这张5号预言家牌 好吧 我帮你留一下警辉流 你今天晚上去验一下这张8号牌 先扒 因为这张牌呢 他投给的是3号牌 这一把的话 如果10号牌是狼的话 那就是480三狼早期 对吧 因为12号牌在那个位置的话 他是第一个发言的 他明显可能准备的不够充足 他可能是被安排汗跳预言家的一张牌 他准备的不够充足 他上来之后呢 一下卡壳了 有两秒钟的话 时间没有说出话来 然后突然间说了一句 这个警辉流好像是多0.5票吧 那给我嘛 对吧 反正我是个好人 给我就多0.5票 那给预言家那不是一样多0.5票 那你告诉我 你比预言家多什么功能呢 没有 对吧 所以我觉得你10号牌很奇怪 你很明显是准备不足 当然我只是怀疑你 对吧 那8号牌在这里呢 你投票给这张3号牌的行为 很牵强 对不对 很牵强 你告诉我 3号牌认预言家了吗 他没有 他在井上的发言是 我觉得井下有预言家 对吧 那么他3号牌 不是一张预言家牌吧 你投给他的意义在哪呢 以8号玩家 你看你这样投给他这个行为 意思就是说 我知道5号是一张预言家牌 因为他不在我狼团队里面 对吧 我也知道10号是我的狼同伴 但是我不能投给10号 这样子太暴露我了 那么我干脆外置为随便投一个 反正不是我狼团队的 也不是预言家的牌 他打不出井辉流 那么我投给这张3号牌 这是你的一个心路历程 当然这只是我怀疑你的一个理由 对吧 那我这里是一张什么牌呢 强到我自己都害怕的牌 我看到这张牌的时候 我真的 我汗都要滴下来的那种感觉 对吧 不要惹我 我胸起来连我自己都打 好不好 听不听 那这一轮的话 我听你的出这张4号牌 因为我认你是预言家牌 大家都会玩 大家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不可能说预言家不上井 对吧 而且4号牌下来聊天是什么呢 我就是一个好人牌 但是我说不出个什么 我也不出你5号牌 对吧 很奇怪 那你就认狼了嘛 对吧 今天先出4 好吧 今天先出4 你们可以刀我 好吧 可以刀我 我这里很强 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胆子 好吧 过了 好 1号玩家 这一局呢 我是一个平民 然后这一局站的是5号 因为他是预言家 我感觉他就是预言家 然后4号肯定是个铁狼 然后还要说一点就是 就是刚才选警长的时候 展英文就很兴致勃勃地 举起了双 举他的手 然后林默又说 如果他站出来的话 肯定是不是铁狼 然后当时展英文就怂了 我感觉 就这种怂了的感觉 就一直立嘴他 所以我感觉展英文可能 也有可能是一匹狼 然后3跟4可能都是一匹狼 但4号肯定是铁狼 3号也可能是一匹狼 然后这边是 然后左边的这个小哥哥 他是一个猎人的话 那我们这边就两头狼 然后一个预言家 然后剩下的一匹狼 肯定在哈佛那一边了 好 过了 好 4号 我这局现在就 我没看出哪些狼 我就不说谁是狼吧 然后我就否定一下2号的说法 刚刚不是 我本来想跳预言家 是这回事 因为我就是一个平民 我之所以我说 说成这样子 是因为我没想到 裁判会先让我说 我本来还想准备一下 没想到裁判先让我说 所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好 所以我是否定你的说法 好 过 好 9号 我感觉5号这个预言家 是坐实的 4号他听到5号说他是狼的时候 说话说得太敷衍了 肯定是个狼人 10号你身为一个平民 你为什么需要 发音还要准备一下 报告不懂 过 好 8号 8号小预言家发音 8号小预言家 先跟全场的好人 就说句对不起 我是真的冤家 但是我没有上井 我想打个花板子 刚才也是我单票 飞了3号对不对 你是我第一轮的金水 你是我第一轮的金水 然后这里面我给大家说一个事 在我的视角里 我感觉就是5号是坐实的一匹狼 但是4号也像一匹狼 然后2号你是神 我不聊你 是不是 5号井上有一句发言很爆炸 你4 2在我这必是一匹狼 他是不是这么说的 2 4都听到了吧 这是一句真的话吧 不是我误他的吧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一句话就给你聊爆了 你是一个预言家 你一天晚上能验俩吗 我为什么只能验一个 而你却能验两张牌 后面他又改成3 4了 他刚开始说的是2 4 但是4号和 然后我再说一下 我心目中的狼坑 我觉得5号 4号 3号是铁金水 然后10号在我这也像一匹狼 为什么 他刚才说 我本来是想跳个预言家的 我觉得只有狼人才想跳预言家 对吧 你这一句话聊得有点炸 然后但是我还没有听过 就是6号 7号的发言 然后这一轮肯定是 所有的好人相信我 我们去司警辉 你自己把自己聊爆了 你第一晚上能查出两匹狼 你自己聊爆了 没办法 扫哥哥也没办法了 就是这是一匹狼 就今天的轮次 肯定是李默的轮次 然后10号你下一轮好好聊 我也不一下打死你好吧 但是你确实是你自己发言有漏洞 好吧 完毕 好 7号 这里7号玩家先报一下自己的底牌 是一个平民 然后我信5号玩家是一个真的远家 那么我信他的话 肯定4号玩家他就是一个了 因为他是 4号是5号给他的查商 那么他肯定是一个狼人没错 然后4号而且他自己的发言 也很有问题 然后8号这里呢 他非3号一票 然后3号明显就蒙了 然后你肯定怎么说呢 你肯定这个3号的话 我还要再观察一下 因为他有可能也就是太激动了 然后导致也就是没看清 然后就这样吧 过 好的 6号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5号他肯定是匹铁狼 他一上来就撩爆了 对吧 对 所以说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8号不上去 这个就 我俩总才非 反正就是5号 今天肯定是票5号的 然后我觉得狼坑应该在 反正9跟10肯定有一个 因为我为什么认为9跟10呢 因为9号他这样说 一开始我看他头10号 但他上来他说 为什么就是他直接开始怼10号 他说你为什么要紧张呢 所以我觉得9号也有点问题 就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觉得5号肯定是一匹铁狼 90里面出一个 然后2号 然后2号跟4号出一个 对 应该就这样 对 反正3号肯定是平民 对 3号逼 好的 有请我们的铁角 好 我无认这个 我抱错那个顺序 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 很容易抱错顺序的 首先现在狼已经出来了 4号 6号 8号 你们想一想 预言家他为什么不上紧呢 请问一下 打换本子 他为什么不上紧呢 他说了 预言家 都说了这个游戏 狼人和预言家 都要同时上紧的话 预言家为什么不上紧 现在你才来说你是个预言家 你这个跳得有点太干了 你知道吗 然后6号跟8号的票来打我 那6号和8号就是铁狼 4号也是铁梁 所以今天我得感谢第一轮 那个女巫把我救了 让我能够听到8号和6号的发言 今天晚上头4号 然后8号 7号是 8号 6号是狼人 女巫独8号可以 7号发言 6号发言 其实没有大表哥发言 那么有冲突性 所以这一局 我觉得好人很容易就赢了 好 现在警长归票完毕 没有发言 我再说一句 没有人跟我对跳预言家 对 在说啥 好 接下来的时间 你心目中的那个狼人 举手事宜告诉我 5秒钟 考虑 5 4 3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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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你的意言 我不懂啊 3号 你一个平民 你干嘛这么要的投我呢 我有跟你起冲突吗 虽然我知道你是个平民 现在狼人已经出来了 4号 7号 4号 6号 8号 我第一天晚上我就一直说 他的4号都坐实 你们为什么不第一天晚上 把他投下去 让我第二天 我再来呈现一下自己的身份呢 第一天你们都认为 他是个狼人 那你们为什么不投他呢 让我在留一个晚上 你们再考验一下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冤家 我真的搞不懂3号 你们这些投我的人 还有4号 我怎么了 我没投你 我投到8号 那我就看错了 你们这个逻辑 我真的越来越搞不懂你们 我现在5137的人 我只有凤小狗 我只有给你投4号 6号 8号 是狼人 就这么说定了 好了 刚刚在这个疑言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严肃一下 我们这个比赛的规则 发言的时候是不允许对话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游戏继续 他撕掉 他撕掉 撕掉啊 我一定要给我呢 天黑 请撕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选择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狼人 请闭眼 寓言家 请睁眼 寓言家 请验人 寻言家 请闭眼 寻言家 昨晚你验的人是 寻言家 请闭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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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巫 请睁眼 寻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请闭眼 女巫 请闭眼 天亮了 请闭眼 经过一晚 二号玩家离开游戏 没有遗言 寻言 灭掉你的灯 接下来 由我选择八言顺序 八号玩家放牌 发动技能 好的 带走八号 八号 有遗言 没有遗言 也没有遗言对吧 晚上死的都没有 但是他是被发动技能 带走 所以他也是双滑枪 好的 请闭掉灯 接下来由我来决定发言顺序 请从我的右手边开始发言 那个刚才大家都怀疑我 其实我真的就是一个平民 因为我本身就不太会玩这个游戏 所以说不知道该怎么发言 完了上来就被五号给咬住了 那接下来 刚才二号是猎人 我给三号 不是三号吗 我给三号一个好身份 因为我觉得他的思维还是挺清楚的 我怀疑十号 过 好 三号玩家 三号玩家发言 三号玩家现在逻辑挺混乱的 上局一号玩家踩我 然后四是那个冤家 四是两个冤家嘛 一个冤家查杀四 然后六号是跟着八号走的 这样逻辑挺乱 我看就是 发言完毕 没有 我这把 是吧 我先清采一下一号 你为什么说我像皮狼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边八号给我精水 我是先端着的 我没喝 然后三号这里自认村民 自认村民 然后既然两个冤家都死了 那就先出一个茶沙呗 把四号出了 然后六号我想听听你发言 然后现在女巫是藏好了 死了一个冤家 一个猎人 还有一个神女巫藏好了 真的藏好了 出四吧 出四 对了 过 好 一号玩家 四号肯定是不是铁狼 因为刚才他说了 他无缘无故就说十号是铁狼 十号他相当于前几次的 发言都没有什么罗 没有什么重要的信息 然后他就断定十号是铁狼 然后四号肯定是个狼人 但是刚才有一个点 大家应该注意到没有 就是四号 他说他给三号一个好人牌身份 就断定站了三号这边 然后三号还是把四号给踩狼 我感觉他们两个就是 一个狼采狼的一个套路 然后六号的话应该是 当时八号是猎人家 八号直接把六号给带走了 也有可能六号也是个狼人 八号的话猎人家肯定是匹狼 然后五号猎人家已经死了 现在狼人也已经死了 如果还剩一个就必须要藏好 所以我感觉这一局 先把四号给投出去 三号跟六号当中必出一狼 是肯定出一狼的 好 过 好 十号玩家 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听到 就是三号 刚刚他说是 刚说我是一个猎人 刚刚二号已经是猎人 他已经把八号带走了 为什么三号还是个狼人 猎人 后来又改了 就说明他已经反映过来 二号是个狼人 自己不应该是个猎人 所以我觉得三号是个狼人 剩下的狼人是四号 四号我就不说别的吧 我就说五号 原家说你是狼人 已经把你查过了 所以你就是个狼人 我不需要别的理由 你肯定就是个狼人 我也不需要说别的了 好 过 九号 我也没有什么确定的目标 但我有点 现在有点怀疑六号 但是现在这个场上的局面 感觉应该还有两匹狼 但是只剩下一个女巫了 所以这个女巫尽量就不要出来 我现在就想听听六号的发言 完毕 好 七号 你死了 然后 我想想想想 在我这个视角里的话 我觉得三号长远远 不可能是一匹狼 因为以他的心态的话 他如果是皮狼 他不可能思考这么久 他早就自爆了 以我对他的了解 然后四号肯定是皮铁狼 这个就不用聊了 然后我想想 今天就先把四号投出去 然后其实场上已经走了一匹狼 就是八号 然后剩下的一匹狼 我猜应该是 我猜应该是六号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别人在发言的时候 一般都会看着那个人 然后他就一直在 往前在想 就是我应该怎么说 如果你是一个平民的话 你是一个平民的话 你就可以随便聊 就是你可以随便聊 你就想到什么 你就说什么 你也不需要就是给自己想清楚你要说什么 对吧 反正在我这里你应该是一匹狼 过 好 六号玩家 这样 我们这一天就是先票四 然后我是这样的 为什么九号开始怼我呢 因为我上去我就这样说吧 上去我说九号十号肯定有皮狼 所以他开始怼我了 怎么说呢 然后他一号也开始怼我 反正就是现在我相信三号肯定是平民 他不可能是铁狼 因为怎么说三号他一开始没有 当他拿到狼时都是 假如我们开始怼他他就死怼 但他现在不一样 就是比较冷静嘛 所以五号一狼死了 然后我说二号跟四号 他我上一轮说二号跟四号肯定有一狼 二号既然是那个猎人的话 四号肯定是狼 所以然后还有一狼应该在九号跟十号里面 我觉得九号应该是狼 但又不排除一号是狼 因为一号一上来就开始怼我了 对就这样 好 接下来五秒钟的时间考虑一下 觉得谁是狼人 请走出去告诉我 五 四 三 三 二 一 好 四号 你灭掉你的灯 有什么想说的 有烟吗 对 有啊 我真没什么想说的 还是十号 好 那接下来我们游戏继续 天黑 狼人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选择你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请闭眼 狼人 请闭眼 狼人 请闭眼 狼人 狼人 狼人家 狼人家 走完你宴的人士 狼人家 请闭眼 女巫 女巫 请睁眼 使用毒药吗 女巫 请闭眼 天亮了 昨晚 10号 6号 离开游戏 游戏 结束 恭喜平民神明阵营 获胜 你看一下 我这个当然有多优 不是 平民啊 我们老队是让你汗跳的 你干嘛 等一下 真的是平民啊 当时我俩都慌了 你是什么话 你为什么要怼我呢 这是平民 不是 当时我看一个很强 大家 咱们先冷静一下 那她是什么呢 我们来理一下思路 让我先放眼 让我先放眼 好 刚刚这一局 真的是很显很显 真的很显 那预言家 你看一下 他刚刚6号他们都说 5号坐视的铁狼 你们都认为我是个预言家 那我怎么坐视铁狼 那他肯定就是个狼 而且我前面我都说了 为什么没有人跳预言家 大表哥这么高的局的一个人 上紧她都不跳愿家 不是 你知道 你有两点比较特别爆 第一点就是 你们再听我说 我这个人很容易把号码看错 他不识说 因为每一局我们的号码都会被 位置都会被换掉 所以我号码我会这样看 我也数 我本来就数学就不好 你们都知道 不是 你两个特别爆一点是 首先4和2 你说四郎 对 我本来想说你的 因为你上紧了 你上紧了我就以为你要跳愿家 结果你没有跳 这一点比较爆 然后还有一点 你刚才说 感谢女巫昨晚救了我 对 感谢女巫昨晚救了我 这一点比较特别怕 对 因为我是女巫 所以你是怎么知道 刀行的作为一个愿家 就是说你就这一点 然后最后才不行 没有 怪我 我没看明白这个小妻 是什么意思 我们是想让你汗跳愿家 对 汗跳愿家 你不应该跳出来 没有 因为我 昨天救了我 我怎么知道 昨天的男人插楼呢 对啊 就是这一点 你都要发 等一下 等现在的时候 他们俩看我的眼神明显 已经不一样了 好 我还想问一下 我们这个 1号方方 1号方方 1号方方现在 这一局里面 你没有任何特殊的身份 对吧 然后死的 一直存活下来 对不对 这一局游戏里面 一直存活了 你的体验是什么呀 分享一下 其实当时我以为狼人应该是 展英文 还有4号 然后还有是8号 但我没有想到 展英文竟然真的是个平民 不是 我这里已经是个做蛇的好人了 你为什么怀疑我是狼呢 所以感觉有点对不起展英文 一直怼他 你没有对不起我才对 我第一局我就赞你是怨渣 我就知道你是怨渣 好 那还有十号 十号今天最后一局 也是一个没有身份的平民牌 对吧 然后最后大家 是狼把你刀掉了 MVP 想对这些狼说什么吗 对 没什么可说的呀 就是我是个平民 你们刀我有什么用的 对 反正你们都要输了 我也没 好啦 反正他们狼输了 所以说他们要接受惩罚 468 我一来我第一局 狼输了要接受惩罚 来 468 你这个把我吓得我又在喷我 好啦 接下来的时间 我请我们的编导 赶紧把我们这一期的这个积分榜 把它给 一分 三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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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一分 我真玩不了狼人 我太挂下了 好啦 请我们的编导 赶紧把这个积分榜 告诉我 然后呢 这个积分榜呢 我们会狼人阵营获胜呢 会有两分的积分 平民阵营获胜呢 会有一分的积分 等到我们整个一季游戏结束呢 会有一个整季的游戏王 我们会有一个神秘大利 当然呢本期节目的 我们也会凭凭出游戏王 到底是谁 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 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很想有三位人来采访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新游戏 四号 整个三局玩下来 你的感觉是什么 这个游戏真的太考验智商了 还有逻辑思维 我真的是一个没有逻辑思维的人 你看我一玩狼人 然后我就紧张了 我根本没有办法说话 虽然说我是个演员 但是我真的演不了 你看我发言 根本就没有逻辑 都说不出话来了 反正就时候了 那对我们小朋友 你应该是第一次见 对 有什么印象呢 我觉得他们都特别棒 就是无论是这个思维 还有这个智商都特别高 而且分析能力很强 真的是 哪怕是他们拿狼人 然后也非常的淡定 尤其是10号 简直了深藏不露 好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2号和8号 我先来问一下2号 跟我们小朋友见面 应该是整整有一个月了 对 这一个月他们的进步 让你惊讶吗 我觉得很明显 就是刚开始玩的时候 可能还要交流手势 如何去从基本的东西学习 现在已经就不需要这些了 现在而且还随机应变 就是在关键的时刻 比如在挑个链 对吧 已经还要强掰一下 还要把这个局势扰乱一下 这个就是进步 随机应变能力加强了 游戏就是要这样的 那我们的8号 我觉得小同学们 就逻辑也越来越好 而且就是发言上面的漏洞 也可以说是就越来越少了吧 然后就大家都在进步 就玩得挺开心的 好的 请我们的导播告诉我 1号 10号对吧 恭喜两位 刘继王 他们两个在这场比赛当中 都是4分的积分 接下来我请两位 到我们舞台的正中来 然后我想请 是这样 今天有一位新朋友 我就想请我们的4号来 给他们颁发这个徽章 来 干嘛 终于拉到一切优秀 首先在我们这个准备的时候 我首先来采访一下 我们的这个1号 你今天有什么感觉 我感觉今天自己 往前一点来 咱们到光里面来 感觉今天自己找到了方向 然后思维还挺长的 然后当了 你跟我一个做事好 不要打断它 现在是它最光荣的时刻好吗 然后今天拿到了这个MVP呢 我很开心 因为就是我一直来的梦想 所以我决定了 以后还要拿更多的MVP 你说你刚刚开心对不对 对着我们镜头来一个特写那种 开心到爆的表情 OK了 好拿累的 好 来 又请我们的 是要贴在身上是吗 贴在你 这是它首次获得 真的啊 对 恭喜恭喜 好 还有我们的10号 好 来 这个 这个 又是什么想说的呢 就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 我想说的是 这个我首先要感谢两位人 一个是宇宙大表哥 还有一个是小狗哥 是他们两个在教我这个普通的新手王老人杀 才让我拿到这个今天的会章 所以我特别感谢他们两个 好 好 这是我们10号小玩家第二次获得了 好厉害 非常厉害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 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超时了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 真的是小朋友们越玩 对对对 逻辑越强 然后发言越来越精彩 这个是不可能够掌控的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么也希望大家 谢谢大家的守候 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我们下周就再见咯 拜拜 拜拜 跳起来好不好 特别是方祥瑞 我看你今天第一次获得 太感动了 要不要拿 要不要拿 他可以拿 他贩的 他贩的 那你这个人很好 他有发言 他今天发言很精彩 你看我他现在发言 他今天发言很精彩 为什么我今天第一次 中文字幕——YK